请各位翻开大伯涅槃经 第二十页 最后一行两个字开始 以示因缘 诸忧婆以 以空无相无愿之法 长修其心 生药之寿 大成经典 文以义能为他演说 付持本宴 悔自你身 胜可换宴 信不兼劳 心肠修己 如是正观 破坏生死 无际轮转 各位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用两节课的时间谈说 观生 谈观生 谈五观 大家记得吗 哪五观 对 观生是苦 观生什么 不尽 观生 是空 观生 无我 观生 什么 无常 好 五观 我们用两节课谈这五观 那各位那为什么要用两节课谈这五观呢 各位观呢就是 就是修行 各位你客听 再多你不修行 都是无际仪式 所以呢 大家之所以没有办法 痛定失痛 或是没有办法呢 望远 放下 下定决心 修行 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不明白 苦的 真相 各位我们就是不明白苦的真相 所以呢 这才是会让各位呢 一直呢 前置不前 不论呢 你是几年前学佛 还是十年前学佛 或是小时候你就学佛 诸位那都没有用 各位 学佛并不代表 对 你现在已经想要再修行 所以各位 这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就再度跟各位呼吁一句话 什么一句话 你今天还没办法想要修行 你要知道你的内在 你的内在 我已经讲过了 你一定觉得 你一定觉得世间有苦有乐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 你觉得你 你一定是个很乐观的人 这第二个概念 第三个概念 你觉得你是个好人 这是第三个概念 第四个概念 每个人都要死 所以你也不管了 所以各位 这是你潜意识的概念 各位 这些的原因 让你不会修行 好 我跟你讲真的 就 就好像说你来听这一堂人生哲理的课 然后听一听 那心情比较高兴 但是你也不能解脱生死 各位解脱生死 不是解脱这一辈子的生死 请你不要误会 是解脱生生世世的生死 不是这一辈子 各位如果是解脱这一辈子 那我也不玩 为什么 这一辈子解脱了 那下一辈子 有没有 又要重新 又要重新再来 所以 所以假设你能够去 去如此去明白说 真是如此 各位就像《火花经》里面 他讲一个批译 他说三界如火载 各位我记得 我在讲这段的时候 我讲我也是问大家 清文师姐三界如火载 但是你有感觉到 你现在就处在水生火热当中吗 你根本没有感觉 各位就好像说 我们家着火了 难道你还留在你家里吗 你根本 马上你就要记忆离开 只要你超过 几分钟不走 各位你不是被烧死 而是被呛死 对不对 那各位 所以这些的概念 假设 假设你的心 没有百分之百的 去体悟他这种概念 我就告诉你 三界如天堂 快乐得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你生生世世 你就会在三界轮回 在那边赚来赚去 各位每个人为什么要谈情说爱 他就是觉得谈情说爱是快乐的 对 他虽然偶尔会吵架 那虽然偶尔会意见不合 对 但总是觉得有苦有热 既然我已经付出苦的代价 那就必然得到热的结果 那也不错 所以我们才有一句话叫做苦尽甘来 各位苦尽甘来这句话就是有苦有热 你知道吗 我们鼓励别人做事业 可以这样鼓励 但是苦尽甘来不是真理 为什么 各位谁苦尽甘来 王永庆老先生 苦尽甘来甘又去 这样对不对 各位 所以苦尽甘来不是真理 然后呢 热即生悲 对不对 也不是真理 一个呢 是先苦后热 一个呢 是先热后苦 这两个都叫做呢 苦热参半 只是一般人 苦尽甘来的观念比较正确 先热后苦的观念比较不正确 是这样刷卡 有没有 各位卡奴都是先热什么 后苦 有先热后苦的人的概念 常常他就会及时行热 所以各位 我跟你讲 你的内在 你自己探讨 你一定是活在两个 不是苦在先 热在后 不然就是热在先 苦在后 你的想法都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 我们伟大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 对 他讲的也接近真理 他说人生不如一时之八九 但是我们孙先生所讲的 还没有办法讲到真理 他觉得还有一二个快乐 为什么一二个快乐 因为终于缓轻富民 对不对 但是最后呢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能需什么 努力 对 各位 那什么叫真理呢 人生不如意呢 对不对 好 食之死 我喝口茶 你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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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嘟嘟的 各位这叫做三界如佛仔 好 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会修行 就这么简单 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可以跟你高手 你一定没收心 所以各位 有的人因为知道 世坚苦 所以他才出家 哪知道出家更苦 所以他又还属 对不对 第二种人 对 名字是世坚苦 对不对 所以决定了 晃足自己 当一个流浪汉 对不对 但是每天中午 都还要是去排队领便当 你善心人士 给他的便当五十块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明白 明白真正的苦的人 他才会 他才会花个愿 花个愿呢 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各位就像释迦摩尼佛 对 他就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花一个愿 他要测试底底 解决 每个人共同的问题 这共同的问题 是什么呢 人生呢 一切尽苦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去 他去修行 最后才震荡 所以诸位 所以你要知道 各位 如果 如果你觉得苦的真谛呢 是个悲观的话 那我就跟各位这样讲 比如说 比如说美人 请教你 真理是属于悲观 还是乐观 真理呢 不是悲观 也不是乐观 对还是不对 各位 各位 乐观 悲观 那是你个人的什么 态度 所以真理不是悲观 也不是乐观 所以你在那看佛经 你不要用悲观 跟乐观来看佛经 那个都是你 你自己的想法 真理一定是离开悲观 跟乐观 所以各位 那是你个人的一个情绪 跟看法 各位就像什么呢 各位 各位就像东西坏掉一样 你觉得呢 对 你觉得很难过 那叫做悲观的人 但是如果呢 你看到东西坏掉 就是呢 坏得不去 心的什么 不来 各位那叫做 那叫做乐观 但是问题 他们两个 还是看不到真理 各位这样对不对 只是 只是两个人 每个人的态度 人生态度不一样 所以各位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你就懂真理呢 你不要觉得说 你是一个好人 那你就会没事呢 哎呀 各位 我们今天难得当一个人 我们不是要用 我们并不是要用有限的生命 来赚进天下的财富 各位天下的财富 你达不到 我们是要用有限的生命 来了解 无限生广的真理 我这世人来 我这世人来 这样不知道意思 啊不 我都别来 所以各位 你把这样的观念 一直建立在你的内在 我就可以告诉你 你的道心 渐渐就会提起 你的懈怠呢 就会渐渐的减少 简单这么讲 对苦呢 多体育一分 你就愿意呢 对不对 赶快呢 对不对 去修到一分 这个就是说呢 好 你观所有的人 喜欢学佛 却不愿修行的人 他真正的原因 我已经跟各位报告了 就是这个原因 好 他真正的原因 就是如此 所以呢 你在家想修行的人 不体会到苦 你也不会修 如果你出家 收好名 你也不收 为什么 因为你出家 假设 以前在家 还找不到工作 自从出家之后 有没有 再也不用上班 打卡都有人养 对 这样就气了 他也不认为苦 他没办法体会苦 所以他出家也枉然 各位 这个都没有办法去修行 各位 所以呢 你看了佛经 看了佛经的话 各位 你第一个反射的动作 你都会申请你的看法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各位 但是当你的看法 都看过了之后 你可不可以 好好 然后来体悟一下 你的看法 是不是真理 如果不是的话 你的 你的看法 就让他去吧 让佛的看法 进来吧 各位知道 对不对 对 透过这样 透过这样 各位 你个人错误的之间 一定会减少 你的主观 对不对 会脱落 然后你的观念 就越来越正 对 越来越正确 你 你对呢 真理的实相 你越容易了解 越容易了解 所以 我们接下来 要谈的这一段 各位你看 以示因缘 各位 这个四个字 谈的是什么 谈的就是上面 谈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身有这么多过患 然后对 这 这一切 一切毕竟 苦 空 无场 无我 不尽 因为呢 对 因为了解 因为 观过了 各位 观过了 观过之后 升起什么 升起 厌礼的心 各位这三个字 你要写起来 厌礼的心 因为观察过 所以我升起 厌礼的心 厌礼的心 升起来 所以他才 要修行 各位你要注意到 这一点 不厌收婆 不生 极乐 各位我当初 第一次看到这句话 我也不认同 我坦白跟各位这么讲 各位尤其是知识分子 我们每个人都 致命清高 我们每个人都 致命什么清高呢 我们都要找一个 很圆满的 的一个理论 你说苦呢 对 我觉得这种境界不高 我希望更高的境界 各位我们都会 掉入这个陷阱 所以当初有人 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不认同 因为我们 又会马上补一句话 心境即什么 活土境 对不对 收婆世界 当下就是极乐 但是各位 本词来讲是对 现象来讲 确实呢 有极乐跟收婆的分别 各位你道理 一定要圆满 礼上 礼上心境 及佛土境 是对 世上有没有 收婆是五着恶事 那极乐世界呢 对不对 是极乐无苦 各位就像什么 各位就像 各位 各位就像我们台湾 是一个国家 瑞士也是一个国 国家 对 但是你不可以讲说 都是国家 去哪里 各位去哪里 都嘛 一样 各位 瑞士的国民所得 就跟我们国民所得 不一样 知道对不对 那各位 那如果都一样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能去 各位如果都一样的话 你为什么没办法到那边去 那各位 那我们可以这么讲 读小学跟读博士一样 那你的孩子 不要读书了 你干嘛 让他到学校去读书 对 你就干脆讲 你就干脆跟你孩子这么讲 孩子我告诉你 心只要一开悟 读国小博士都一样 你在家里面 妈妈教你开悟 但是你孩子 开不了悟呢 开不了屋 你还是要送到学校 慢慢去读嘛 对不对 慢慢去读书嘛 啊所以 所以我今天绕回来 我认同这句话 没有错 没有升起这种心的人 不会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你也不要觉得说极乐世界呢 很好去 各位 好不好去是在心 你心没有这种概念就很困难去 你心有这种概念啊 我跟你讲 你必然一定会去的 你必然一定会去的 那那一样的道理 前面这些 幽婆乙这些大居士 已经观生的五个过患 好 啊所以呢 对 接下来才这么谈说呢 读幽婆乙 以空 无相 无愿 知华 常修其心 这三个话起来 各位 这三个 他又叫做三三妹 三种三妹 三三妹 他又名叫做呢 三解脱门 也就是说呢 你修他你可以解脱的意思了 叫做三解脱门 那诸位 那前面呢 各位前面要关 那后面要不要关 后面还是要关 诶 那那 那为什么有两个呢 各位那为什么有两个 好 那各位你看 你看黑板 前面哦 叫做四关 从四向什么 来关 所以 所以四关 叫做 就是住官的意思了 是住官 所以升官五门 那现在要讲的呢 叫做理官 理官名正 所以正叫做正官 正官的意思 但是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哦 正官一定要来自什么 住官 正行一定要来自于什么 住行 要听我这一句话 好 那正行是什么 正行呢 就是 就是 兴起正官 修三妹 修 这三个三妹 然后什么 然后呢 达到呢 理事 圆融 这样正住呢 才能够和行 各位哦 你一般常问人家说 说 事务怎么修行 各位事实上 如果 事务直接跟你讲说 怎么修行 事实上 事务这样讲是错的 为什么事务这样讲是错的呢 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事务跟你讲说 那你就好念佛就好了 各位这样讲哦 不圆满 或是事务跟你讲说哦 啊 你就在家里面 属习 这样就好了 啊 不然你就借事恋心 就好了 啊 不然你就是 读诵大臣经典 这样就好了 各位这样讲啊 都是不太圆满的 为什么 他讲的叫做正行 各位 你们念佛是正行 你知道吗 但是什么叫住行 你没有住行哦 你这个修行是有问题的 各位住行啊 住行就是帮助正行 这个又叫做 这个又叫做前方边 假设你没有这个前方边 你根本没办法修行 各位这个前方边是什么呢 各位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你很喜欢念佛 但是你不孝顺父母 你念佛有用吗 一点用 一点用都没有嘛 那你一天 对不对 傲慢的不得了 那每天在打坐 各位你每天在打坐 只是让你更傲慢而已 为什么 因为很傲慢 再加上打坐 所以更傲慢 以为什么 以为太有修行 天哪 这实在是 所以你诸位 我常跟你讲说 不要这么挤 正住要同时修 这两个要同时修 所以各位 你在修那个法门的时候 你要切记哦 你的住行是什么 你有没有修呢 那如果 那如果你没有 那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没有修 那你 你一直修 你那个法门 当然不得力 各位比如说啦 比如说我们过年 要办禅期 保冷 我们过年办禅期 是住行还是正行 为什么是住行 你 那我们过年办佛期 是住行还是正行 你不要一直看黑板啦 三里 是住行还是正行 不是啦 我说我们过年办禅期 是正行还是住行 各位是正行 你现在去 你现在去 去办 参加佛期 那就是正行 去参加禅期 那就是正行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为什么 有的人得力 有的人不得力 因为你就没有住行 你当然不得力 对不对 你这个人 这么自私自利 对不对 你去参加什么 也没有什么效果啦 各位上跟你讲 你这么自私自利 去参加那个课 没什么效果 你也不用骗你自己 我告诉你 没有效果 对 你会说 对 输案没有效果 你又要办 对 啊你现在 还有一段时间嘛 各位你要住行啦 你住行才去参加正行照好 那各位那住行这么困难吗 也不是很困难 只要 只要你愿意认错 各位只要你愿意认错 懂得感恩 就可以了 这样算难 还是心意 各位 不会很难 有的人一辈子也什么 他也做不到 各位你要知道 佛法是感恩的法门 你要知道 佛法是感恩的法门 佛法是报恩的法门 所以我们回向都要上报 是从恩 对不对 各位是报恩 你没有符合报恩 你就入不了佛门 那你说住行是什么呢 各位我简单跟各位报告 第一 承认错 所以 第一你要忏悔 各位 时时刻刻 对不对 没有时时刻刻 也要日日还醒 你真的错了 各位你真的错了 对不对 对父母不那么孝顺 对兄弟呢 不那么有爱 对朋友呢 对不对 不见懂得 对 互信互助 然后呢 对 我们又这么小气 又这么自私 然后呢 平常也不太愿意 去帮助别人 然后呢 然后自己 没有什么智慧 也共高我慢 各位 你还醒一下 哇 太多了 所以 你当认错啊 各位 啊所以呢 佛法有一个修行的法门 叫做忏悔法门 有没有 所以各位 所以你们不是只有去参加拜忏 而是你真的要认错 去拜忏照好 你没有认错 拜忏 你不要骗自己的 各位什么叫欺 什么叫骗呢 欺 就是我们欺负别人 什么叫骗 就是我们骗自己 各位欺骗 就是欺别人骗自己 叫做欺骗 我来看字典 我来看国语 字典 我都觉得国语字典 跟大乡亲 同样 你知道吗 好 我来看 很处理 很处理 好 实在是 随便 随便 随便几个名词 就可以谈出很深奥的道理 各位 你心意的心意 你就知道说 哇呀 每个都是法 都是宝 太好了 所以 所以忏不忏悔 这叫一念之间 所以 他不是男也不是义 那是你的心态 好 再来 再来第二个概念 你既然想忏悔了 再来第二 那你就应该去帮助别人 你要有修福 你要有修福的概念 各位修福的概念 不叫做吃粮味 你要修行 假设没有吃粮 你根本修不了行 那个吃粮就是福报 那福报 那福报怎么来的 福报在利益他人而来的 各位 你错了 你才会懂得帮助别人 不然你是不会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 你要 你要懂得去帮助别人 以帮助别人 去破掉你自己的自私自利 第三个 不论你修什么 不论你修行什么缓门 我们修行的心态 一开始入门就要正确 一开始入门不正确 就会走偏 就会那堆入魔 当你愿意忏悔了 也愿意懂得帮助众生 各位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说 你帮助众生 其实我们没这么伟大 我们真正的目的 你还没资格讲帮助众生 那你说师父 那该怎么讲 你不是在帮助众生 对 你只是在报恩 你知道吗 各位我们还好意思说 我们也在帮助众生 我们现在是在报 回报众生的恩 你知道吗 各位 我们生生世世受过众生 多少的恩惠 不然我们今天 可以吃一碗换 穿一件衣服 坐在这里 诸位 那是多少众生 你才有那碗万克一次 所以各位 我们还好意思说 我在帮助众生 我只是在报恩 各位如果你想到这个样子 你就不会随便偷口来 说说 我现在热心公益 我帮助多少人 哎呀 对不对 各位我讲这一句话 我讲这一句话是叫你看清楚事实 从阴眼的角度 他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你忏悔完之后 你真的在报恩 如果你不报恩 忘恩 负义 那这种人谈什么修行 你就不用修了 你就跟你讲 不用修了 你也修不好 我很坦白跟你讲 你修不好 那修备这两个条件说 借着你的心 自然会生起一种心 什么心 这种心 叫做四无量心 慈悲喜舍 心量 心量就开了 各位 心量就打开了 各位 借着恭喜你啊 来 你进来修行 逼你逼中 各位 你借着你用你的法门修 很好修 很容易入门 但是如果你没有刚才我所讲的 前面那个心态转过来 有没有 各位 你根本呢 没办法修嘛 就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所讲的东西 不是安慰你的话 也不是鼓励你的话 我只是如实来说 你自己去观察 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如果是的话 你不这样修 你就没有办法振行 振行行不了 振行行不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 这三个自己去调整 自己去调 调好 好 那现在 有的 有的住行呢 现在 要振行 就是振观 那各位 那振观 这三个 各位 为什么 他叫三个三昧 各位 三昧 表面上解释说定 或是解释说 证受 但是我用个更简单的解释 三昧 就代表说 你这个已经修行成就了 所以三个三昧 意思就是说 你空三昧 你空修行成就的 叫做空三昧 无相修行成就的 叫做无相三昧 无愿修行成就的 就叫做无愿三昧 这样你就很容易理解 我那一关修行成就了 有没有 那叫做三昧 所以观世音菩萨 在那年经才讲 有没有 从温师修 对 入三摩地 有没有 那各位 那这个 这个三解脱门 他可以通 小乘 大乘 各位 什么叫可以通呢 事实上 任何的法义 他都可以通 大小乘 那大小乘 怎么定义呢 各位 是你的心量 在定义的 你的心量大 就叫做大乘 你的心量小 就叫做小乘 原则上 我不跟你讲说 华 大跟小 我跟你讲 是你的心有大小 所以 法才有大小乘 所以 各位 你现在看黑板 我用 我用小乘 来解释 这三个三昧 也用大乘 来解释 什么 这三个三昧 用这样的方式 各位 你要以此类推 包括 你认为的四身地 对不对 那有大小乘 你认为的十二英言 也有什么 对 大小乘 如果你明白了 一切都是大乘 你知道吗 那个就是 就是心量 各位 只要你 只要你能够懂就好 那我再做一个 做一个辟就好了 丽花 念佛是大乘 还是小乘 对 为什么是大乘 你知道是大乘 不顾别人 只要 只要自己往生 极了时间 那就是小乘 但是 愿意蹭愿再来 就是大乘 就差别在这里 各位 有没有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心量不一样 对 那各位 我跟你讲 你心量小 往生极乐世界 我跟你讲 一定是下品 如果你心量很小 但是 你还是 蛮有那个 福德 因缘上根的 你到那边 一定是下品 一定是下品 心量大的人 一定 对 心量大的人 一定是上品 中间的 就一定是中品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下品人 往生极乐世界 你要成果 很久 那如果你是上品人 哇 一往生极乐世界 花开 见佛 勿无声 过来就 证愿再来 再来度我们 各位 他是差在哪里 对 下品的人 他要修 还要修很久 很久很久 他才会成佛 但是上品的人 他就很快就成佛 他成就了 对 所以他可以拿对 不但来 首佛世界 他甚至像 华华金所讲的 他可以拿对 游走石荒 有没有 来度 一切 一切 一切的众生 所以各位 我们这班同学 手牵手 要共同 这极乐世界 就去到那里 再分三保分 所以各位 你这 什么时候 全班都去 很好 不一定都做会 你知道吗 各位娘子 这个概念 我们不一定 我们不一定都 打做会 有人打101 大楼 小楼 那边 有人打101 地下室 还不错 都能够走进101 所以 所以你要如实 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是跟你讲 大小层的概念 你都要懂 你心量要放大 你心量要放大 所以我们开始先来谈 从空的角度开始来谈 对 什么叫做空 对小成人的空 他悟到空 原来上 是破我的执着 各位我们今天 为什么会那么痛苦 就是因为我们抓的 这个我的概念不放 所以才有 我在受苦 我在享乐 我在轮回生死 各位 都是因为抓的自己 这个概念不放 所以那个空字 以小成人的角度 就是把我 破掉 各位 他破掉呢 就叫做 无我 无我所 各位 我跟我所 他们是必然的关系 各位 我所 就是我的 我所 我怀疑最简单 就是我的 但是各位 但是如果你把那个 我是拿掉 我的 可不可以成立 我的 就没办法成立了 没有我就没有 我的 因为有我 那必然有我的 各位 因为有你这个 这个我 所以必然 对 那是我的家庭 那是我的事业 那是我的朋友 那是我的 等等 所以各位 我跟我所 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 但是他破 也是同时的 他也是同时破 那他都是 他都是同时的 所以小成人 他 他一心一意 自求解脱 所以他 他 他几乎 常常 远离成宵 然后他自己 对 一心一意 对 想要去修行 这样 当他悟到空的时候 然后 他这个 我的概念 他就破了 但是 他凭什么悟到空呢 各位 他从哪里悟到空的 他到底是从哪里 悟到空的 来顶家 说说看 他从哪里悟到空的 还有呢 对啦 还有呢 堵的前面是什么 各位 你要悟到空 我就跟你讲 你一定要从无常开始观 无常 苦 空 无我 有没有 悟到了 各位 这样就算悟到 一定要从无常开始观 不从无常开始观 你是哪里悟到空的 各位 我们众生看到的 就是不空 为什么我们看到 众生看到的是不空 因为我们众生看到的是一个 一个形成的现象 所以不空 各位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 你看到呢 你自己是一个人 你看到别人也是人 所以你看到的 已经是一个形成的现象 这一个现象叫做假有的现象 但是你一定要去分析 去理解 这个现象的由来 透过你的分析 你不断的的一个理解 你才知道说呢 对 这些的现象 都是空无自信的 你这样才会 才会悟到空 不然你是悟不了空的 各位 这是小生人对空 他的悟法 好 各位他这样悟 但是各位 但是你现在注意看 大成人对空的看法 你再注意看 各位空的等值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 他对空 他悟到多么深入呢 就有所差别 各位小生人 是针对 我直破 各位 你可以跟他写我直 他破我直 他就针对我 破了 但是大成人所悟到的空 他叫做诸法必尽空 各位这句话呢 是出自大波 大波勒金 各位你读心经 各位心经 你读千遍万遍也不厌 为什么 你每天都在念 但是各位 你在念的时候 麻烦你一下 每天当你念完一遍的时候 好好从头再看一遍 说不定你每天 就会有新的体悟 对不对 各位你要再重新看一遍 看你今天悟到什么 明天悟到什么 各位我告诉你啊 真的是日心月异 每天都有不同的体悟 只要你愿意念一遍 然后呢 好的 把他看一遍 你必然有体悟 现在只怕你 只怕你不做这个动作 各位 这个观自在菩萨 他是个过来人 若知 对不对 若知三下路 西温过来人 所以观自在菩萨 他是一个过来人 所以他才会告诉舍利子 他明明 对 跟舍利子这样讲 诸华空向 有没有 好 诸华空向讲完了之后 后面表面上讲了一大堆东西 对不对 讲了一大堆东西 各位他 他讲完诸华空向之后 他后面讲什么 他 他 后面讲五蕴 他讲十二路 他讲十八戒 他讲十二鹰眼 他讲四圣地 他讲六波罗蜜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对不对 已无所得故 有了 有这句话吧 各位 你看 第一句就跟你讲了 诸华空向 中间讲了一大堆 后面跟你说 跟你说这句话 已无所得故 讲完了 各位 这一句话 就是诸华必尽空 你知道吗 不论他现在怎么讲 或是说他告诉你任何法门 或是说呢 对不对 你是什么人 你怎么修 有没有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从现象来讲 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他从生理现象 对不对 物理现象 心理现象 都一样 还有我们修行的赤地 你是什么样的人 都一样 各位 多一样 就是一样的 那这样一句话的核心 你把它抓起来 但是我们今天 就是不感官 各位 不愿意一下子 遇到诸华必尽空 你知道吗 你也不愿生物 那各位那诸华必尽空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呢 不但啊 我执破 华执什么 华执也破了 所以呢 对 我执跟华执 两个都破 那叫做诸华必尽空 各位那我执 华执都破了 对不对 有没有一个开悟 有没有一个涅槃 它还是破 所以无智义无德 有没有 各位都破 所以 所以这叫做大臣人的境界 各位这叫大臣的一个境界 好 那各位那我们都知道 大臣 各位大臣要修三观 小臣只修一观 什么观 孔观 各位小臣人 就是误到空 我 各位小臣人就按照三法印 我讲一遍 诸行无常 诸华 无我 他就涅槃了吗 几近 他就 他就涅槃了 他就入涅槃了 他就解脱了 各位 那个哦 不叫做入涅槃 那个叫做误到什么 误到空 在座的各位 每个同学都上过六祖谈经 我讲六祖谈经的内容给各位听 六祖听到金刚经 对不对 六祖听到金刚经 他就开悟了 他悟到什么 他悟到空 以什么证明 以六祖大师 对不对 写那一首记 本来无一物 何处什么 惹成哀 就是空 你看到了吧 各位你说他悟不悟 他事实上是悟 以小臣人的境界 有没有 他真的是悟了 但偏偏他的师父 五祖轰人 就跟他讲什么 跟他讲说什么 这一首记 不悟 对不对 不悟就是不悟 为什么 为什么轰人这样讲 各位 轰人 他有两个意思 他一般的只是解释是说 是怕有人害六祖 有没有 所以故意说他是不悟的 各位这样讲不太对 这个只是表面的意思 真正的意思是六祖大师 还没有彻底的大车大悟 所以他听闻金刚经的时候 他悟到就是空观 他悟空了 各位他悟空了 等到 各位等到呢 对他到黄梅 八个多月之后 经过八个多月的修炼 然后在经五祖轰人 为他在讲金刚经 一样 在讲到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 那个时候六祖大师呢 对 他就大策大悟 他讲一句话 对不对 他所讲的话 你注意看 比如说何其自信 对 能生万华 有没有 有没有 各位 这个甲就是有 这是有 你把它写 有没有的有 这个甲就是有 有什么 甲有 看到吗 我们常常讲到空有 空有 有没有 这个甲就是有 啊什么有 甲有的意思 所以他所讲的 对 何其自信 本质 记住 何其自信 各位 他都这样讲 他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有 对不对 各位 你有没有感觉到 那个时候呢 叫个悟道 悟道 假观 各位这是第二个阶段 接着第三个阶段 他去猎人队 所以当他去 替恋人队 阴眼成熟 还有他真正的 他真正的境界 有没有 他能够把他真正所悟道的东 东西在什么 应用在众生的身上 才能够圆满他的中观 对你在读谈经的时候 要看三个阶段 各位这一段话 我们过去上六组谈经 我们也讲过 只是今天我顺便跟你提起 那各位你看 我们谈经讲过多少遍 我们也是讲的 也是不一样 所以一样的道理 你看一本经 一定会不一样 他真的不一样 现在最怕是你不下功夫 不下功夫 当然就没有什么见地 没有见地可言 好 但是我们现在绕回来 因为刚好是讲到三观 先把六组大师拿出来印证 先拿出来做一个实力 来